今天有人反映說 因為他是台中市政府的國際事務委員 所以我要特別表示一下態度 當初我們聘請夏立妍先生來擔任我們國際事務委員 是因為他是我們國家很優秀的外交官 擔任多國的駐外大使 也擔任過外交部次長 也因此藉重他豐富的國際經驗 來發展台中市的國際事務 不過正值非但中共演習威脅臺灣的時候 我們認為這時候帥團出訪時機不移 不增困擾 謝謝大家